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银海光他自己个人的学术兴趣 当然是在哲学 理哲学这一块 但是呢他很关心时事呢 这个是他自己现实的一个关怀的一个展现 那所以说他念哲学呢 那么他其实呢除了学术兴趣以外呢 另外一个也跟现实关怀是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他那么喜欢提倡科学提倡逻辑 其实逻辑是帮助自己思想清楚的一把力气 他发现一些独裁政治的一些政治理论 都是利用那个模糊的指言 一个抽象的概念来门混去词 所以他就用这方面去分析当时的政治问题 就发布一些他所反制的一个政治理论 除了教学 银海光开始是由胡锡 和雷震所主持的自由中国雜誌 担任编辑委员 发表多篇厉害的政治论述 致力于国家政治的民主化 银海光支持蒋介石的立场 开始改变 在国民党政府的眼中 他逐渐从爱国者变成反动分子 他到了台湾成为一个反蒋的一个急先锋 其实理由也很简单 跟他早期的立场是一致的 因为当他在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道路上的时候 发现了蒋介石跟他的政权 居然是落实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拦路湖 面对宪政的乱象 雷震等人认为 唯有成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 制衡国民党 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民主化的可能 1960年9月 自由中国刊出了由银海光所执笔的社论 大江东流挡不住 声言祖党有缘民主潮流乃是无可抵挡 这个触合了国民党的容忍极限 几日之后 警备总部就以叛乱罪张雷震等人逮捕 并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的罪名 判处十年不等的徒刑 祖党宣告失败 自由中国被逼停汗 在身心煎熬的情况下 殷海光在1969年因为胃岩去世 殷海光的理想 到1980年代才实现 台湾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反对党 很多后续的政治活动 比如说后来组织了民进党 党和党和民党 很多人都说他早期 都是受英老师的文章之下 2003年台北市政府正式指定 殷海光的古居为市定古籍 保存了和殷海光相关的重要文化性资产 本来这里是几乎是没有人敢来的地方 就后来我们在美国就听到说 这变成台北市籍古籍 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种事情 就好像奇迹发生一样 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好 因为在这里有许多可以引以为借鉴的 引以为鼓励的 所以我们觉得把这里开放是非常有利益的 希望后人因为来到这里 得到有思想上得到启发 也得到鼓励 我们觉得非常荣幸 我们觉得非常荣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